还有最后也可以借提提醒大家一个事件 就是883它快就A股上市了 定价也是定了 不过提醒大家就是说它定的价格似乎又不是很高 因为就是说它定的价格我记得是相对它昨天的H股的收市价 是高大概十几个百分之而已 当然高十几个百分之,10个百分之较松一点 是未计人物汇率 如果计人物汇率的话就高三成 如果不计汇率的话就只高十几个百分之而已 那变成就是说大家有没有想过 如果它这样设定价格的话似乎是有点限死了 883H股的所谓的升幅 因为其实你不要说计汇率 就算你计算通常一只H股 在未计汇率之前的价格是和A股是打平手的 其实很多时候都做不到的 所以就变成了A股设定价格是12个多 可能是12个多人民币 那你H股这边是不会有没有那么容易设定12个多港币呢 那都会有所怀疑 那最后就是说不是阴谋论 或者不是去踩一只883 就是我利身我883没有任何的好丧与淡仓 那我们就在思考的地方就是很多时候 就是近一两年 逢是一只股票A股上市呢 就很有趣地就是H股下跌的一刻 所以会不会是有些黑仔地 它这次又是这样呢 那这个也是值得大家去深思一下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